嘿,大家好,我是苏默默,一个爱追剧的美食咖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经典的寒斑菜,东坡肉 需要用到的主要材料是五花肉 肉皮表面有一些杂质,用刀轻轻刮去 这时候可以看见清晰的毛根,如果你不介意,可以忽略 我小时候母亲总会细细地将短毛夹起 所以我也会学着把毛都去除 去了毛的五花肉除了口感好 汆烫的时候毛囊里的污质也更容易通过肋脏冷缩清理出去 五花肉切成大块,冷水下锅 水开后继续沸腾两分钟后将肉夹起,换进冰水中浸泡 烫好的五花肉用棉线炸好,防止烹制的时候松散 五花肉封为上下五花,喜欢脂肪多的选上五花,喜欢瘦肉的选下五花 锅中下少许清油,小火将肉块六面煎环 也有人用火烧烤肉皮,大家可以依据各自的喜好选择自己的方式 我这里也同时试着不穿烫直接煎肉 做出来的成品其实差别并不大 也许这与各地区不同的养殖方法有关 肉皮焦脆即可 油锅不必清洗,我炒的是水油糖色,可以直接加入冰糖和水 我们家是甜口,冰糖放的多一些,喜欢咸口的就少放一些 糖色转身大泡消失后,你可以加入啤酒或水 我喜欢用红茶水熬五花汤汁,十分的去腥解密 汤汁中加入生抽,老抽和花雕,烧费备用 这是东坡肉的标配 砂锅用大葱垫底,我就不切成端了 因为待会儿也是要全部取出 铺上姜片和五花肉后淋入汤汁 再加入草果,桂皮,香叶,八角和干辣椒 中火烧沸后,小火慢炖两小时 这时候香气已经非常浓郁了 但正宗的东坡肉还要用沙罐分盖,隔水继续炖煮一小时 水炖过后的东坡肉才是真正的实现了绵而不烂,甜而不腻 头层猪皮与二层油脂,融合渗透,口感非常暖弱 多余的汤汁大火收浓,加淀粉后淋在表面 可以有更好的卖相 不过我觉得不用了 胡姜隔离在舌尖与肉质之间,实在降低品尝体验 起锅时,船外下着雪 秋冬仰镖,大口吃肉,小伙伴们都试试吧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关注 我是苏默默,一个爱追剧的美食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